王Sir去一邊 麗澤中學 香港 尖沙咀 香港觀納漢文女師辦四年製學堂 1920年開辦 1941年停辦 一共培養了202個合格教師 七個女同學 梁日薰 葉若超 蔣文哲 譚惠芳 游仿雪 謝禧雲 劉沛英 他們都是虔誠基督徒 1928年畢業後 以教育工作為終身職業 李仲勳老師和李淑蘭老師 鼓勵他們開辦學校 以逆經第58卦月卦 取名叫麗澤 以逆經虔卦 自強不適 作為校訓 虔為天 天行見 君子以自強不適 掛詞是月為窄 窄為水 江內由外 同掛相跌 兩窄相連 兩水交流 上下相和 團結一致 朋友相助 歡欣喜悅 月即喜悅 同炳港見之德 外抱柔和之之 堅行正道 道文向上 逆經 月掛 障藥 麗澤月 君子二朋友廣習 1929年春天 他們租了灣仔鳳凰台 4-5號兩層樓 開辦私立的麗澤女子中學政校 租了油麻地佐敦道 東窗行13號兩層樓作為分校 即佐敦道29號 醫家申保廣場 向香港教育署登記註冊 提供初中和小學課程 創校陣 正校和分校有三百多個學生 楊日昏任校長 葉若超任副校長教地理 譚惠芳身兼行政和教代數 譚惠芳三妹 譚惠仙教美術 主要教水彩畫 香港大學畢角四妹 譚惠哲教中二和中三的英文 譚惠芳三姊妹的父親譚紹康 她是著名的建築工程師 慈善家革命家 1906年譚紹康和林滬 加入同盟會香港分會 成為第一批會員 出錢出力 囚務軍響資助革命 1911年 廣州黃花江起義失敗後 清政府下令通緝革命黨人 沒有人敢領烈士的屍體 譚紹康為犧牲的烈士 廖李申後事 安葬黃花江 革命成功後 譚紹和林滬分別獲邀出任官職 她們兩個都歷詞不咒 因而被譽為革命原人 例則女子中學經費 來源是靠學費收入 一年學費分兩期繳付 小學學費每年24元 中學學費36元 學費收入不足以支付日常運作 創辦人都身兼陷阱和教職 搓蛇八折資深 30年代是南京教育 暴台喬慕委員會立案的學校 隨著學生增加 觀賞灣仔堅離地道88號 離森家族祖澳旁邊 即以隔風落新村位置 坐在佐敦德興階12號 開始分校 旁邊就是越界紅玲良 聖波獨立花園陽房 學生增加到700多人 麗澤女子中學 香港培圖中學 培政中學 香港真江中學 是香港四大中文名校 13707月7日 盧溝橋市邊 日軍全面侵華 9月 香港24家學校學生代表 齊聚香港大學舉人聯合大會 通過成立香港學生鎮制會 簡稱學鎮會 會址扯到中32號4樓 梁日薰和葉若超派梁亞平為代表 參加學鎮會 組織學生參加賣花、賣旗等活動 19303月8日 例子女子中學放假1日 由同學會開會慶祝婦女節 正校由校長梁日薰演講 婚校邀請廣東省長吳鐵城夫人馬鳳琦演講 講題是從300婦女節 說到全國總動員 富裕學生響應廣東抗日節糧運動 1939年日軍進軍深圳和英軍隔河對此 2月香港紀念300國際婦女節籌委會 葉若超是其中一個籌委會會員 3月8日 300婦女節30週年大會 宋慶寧代表美法萬物鎮制會 鎮期給5個婦女團體頒獎300精文比賽得主 第9名是麗澤女子中學的周敬超 1941年香港淪陷 梁日薰校長和譚惠峰校董相繼離港 校母停頓 堅離地道校舍被日本軍部佔用了 日方文教課逼令學校復課 仍然留在香港由房雪出任麗澤女子中學校長 由房雪因為病辭職業約超繼任 香港重崗之後 堅離地道校舍列為敵產沒收了 1946年麗澤女子中學在德興街校舍復課 開辦高中課程台幼稚園 招收男女學生改為麗澤中學 成為幼稚園、小學、中學的一條龍學校 1950年麗澤中學真次廟街分校 在香港早期用中文母語教學的著名學府 教育部長官羅仁八余雲 認為麗澤中學校風良好推薦港府資助 1950年3月 港督葛亮雄參觀麗澤中學 深為讚許、予以鼓勵、異鬼而不謀利的教育機構 校董會商後6月接受港督建議 1955年政府批出廣東道180號 二萬多平方斜地皮、興建新校舍 政府面試貸款40萬 校方智能籌募40多萬 12月教育師高斯瓦主持廣東道校舍奠基典禮 1956年夏天新校舍落成 廖街分校停辦 德興街教校舍改為分校 1957年2月 麗澤舊生會在德興街校舍開辦平民夜校 幫助貧困學童不收學費 每個月收堂費2元 教師和員工都以義務為主 其後搬出德興街9號和廣東道校舍 1957年9月 麗澤舊生會二學停辦 1962年廣東道新校舍抗建完成 德興街分校停辦 幼稚園部簽到附近 玫瑰書院夜校一度借用麗澤中學校舍上課 1968年港幣葵中石離區 會出所津貼小學交由麗澤中學辦理 命名為麗澤譚曉康紀念學校 梁日薰兼任校監 校友鄧志偉 卓麗清分別擔任上下五校校長 下五校校長 其實由校友楊秀歡擔任 1993年麗澤譚曉康紀念學校結束 1974年 梁日薰校長和葉若初副校長榮休 1978年麗澤中學整日政府完全遵踢學校 1986年7月麗澤中學附屬小學結束 2005年3月 政府撥出同軍境政府用地 作為麗澤中學抗建校舍之用 興建禮堂和活動大樓 2009年6月教育署通知麗澤中學 抗建星期大樓正式籌辦 10月17日舉行麗澤中學抗建校舍工程同土禮 2010年6月26日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議員 主持抗建校舍奠基典禮 2010年11月24日 新翼校舍開幕典禮和感恩崇拜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開幕典禮 2012年12月 廣東大校舍命名為日薰校園 同軍境校舍命名為若超校園 紀念創下校長梁日薰和校董葉若超 廣東大校舍天台命名為衛方花園和勤方花園 表張創下校董譚慧方和校董楊慶芳 結出校友張大健教授或紀念恩師 捐附在堅台設立了鄧仲文老師天文台 2014年11月 立法創下85週年 籌辦學術交流日 校慶聚參 校慶同流日等慶祝活動 2015年8月 出版立法中學85週年紀念特刊 《我們的青蔥歲月》 立法中學最首兩個老師是人歲 2016年4月17日 譚慧方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離世 享年107歲 安息主環 2019年預一日 藝人溫明全探訪馮帥蘭老師 在念書上講述兩個結言經過 今天探望馮瑞蘭老師 102歲 老人家非常精神健康 記性好 馮老師是1981年 獲頒香港十大結出青年時 真正的提名人 她覺得雖然我是一名藝人 但這些社會活動應該多參與 將來可以利用自己在業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更多去做服務市民的工作 我接受她的提議和提名 通過嚴格評選委員會面試 獲得十大結青 但最後她因為自己是一名教書老師 不太方便出名 後找你一個粉絲 曾瑞堂先生做提名人 38年前的事了 今天聊起 還是願多謝馮老師對我的相識及愛護 祝福你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2019年12月20日 馮瑞蘭老師蒙主寵照 享年102歲 謝燃在1952年在禮宅中學畢業 考入領國演員訓練班 當時年僅16歲 謝燃從影多年 獲頒兩個終身成就獎 包括2004年第9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 2019年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謝燃憑電影殺出黃昏 三道風最佳男主角 包括2021年第28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香港電影導演會2021年度獎項 2022年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85歲的謝燃成為歷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年獎的影帝 是先獲得終身成就相 之後再封最佳男主角客藝人 謝燃亦獲得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最佳電影角色獎 1972年筆者住在現在位於葵城村的武屋區 一武屋區清拆 是在石梨新區第三座 旁邊是麗澤譚紹康紀念學校 當時升中市還未放榜 按成績應該升不上中學了 誰知竟然得到政府資助 派到遙遠的麗澤中學教讀 筆者是有讀寫障礙的 學學成績不好 得到校長和老師鼓勵和支持 竟然連年升班不用留級 1977年筆者在麗澤中學中六事業 雖然未讀過其他中學 但直覺認為麗澤中學可以令學生自強不惜 對校長和師長到現在仍抱著無限的敬意